在市长谢国良的邀请下 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特别来参访棋楼整屏的成果 同时也大力肯定市长谢国良相当认真 透过沟通协调来推动棋楼整屏工程 市议员曾继岩、秦真、连恩典也透过记者会表示 这项政策让市民朋友相当有感 对于基隆的观光发展也很有帮助 我想在棋楼整屏的话 对于我们观光的产业发展会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一般的游客来到这边都要推的行李箱 那整个棋楼都是扁的 我想对于他们来棋楼的感觉观感会很好 那也对于我们棋楼整屏 也对于我们一般的民众 大概跟我们反映说 对于我们一些轮椅组也好 对于一些菜篮组的一些长辈也好 包括很多婴儿车的一些新手妈妈、新手爸爸也好 还是要推着老人家去看医生的时候 都非常非常有感觉 那我想真的希望所有的民众 能够支持我们谢国良、谢市长 那我再讲举一个例子 我们社区有两位老人家来我服务出反应 这个我去搭这个605的公车的时候 我走去的南站 这沿路上已经都整平了 我走起来很方便 那他也建议我 我们暖暖的地方是不是也应该要来推行这样子 我说好 这个我一定会继续反应 那让我们的市长先把这个一步一步来 先把这个市区里面的整理好以后再拓到我们比较 这个流量没有这么大的地方 我想这一件事情对民众来是非常有感 入屏七楼整屏了 我想各位长者在休闲步行的时候走在七楼之下 是非常的安全以及觉得非常的舒适的一个感 那谢市长推着这个七楼整屏的政策 我想这是非常贴心的一个市民政策 也也让我们市民感觉到 不单单我们重大建设要看得见 但是贴心的政策 我们更需要我们市府来做的更到位 让长者感觉到我们金融市府 确实有在贴心的把这个幸福感 让在金融显现 也让我们金融觉得是一个非常有爱与善良的一个城市 七楼整屏民众有感 七楼整屏民众有感 市长谢国良带领市府团队积极推动 棋楼整屏政策 为民众带来行走的便利 三位市议员也呼吁基隆各界 政府与民间共同来支持 让棋楼更平整提升行走安全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建议을声移动 秩庙 主持人 建议 缓